2024年3月6日起,西安市青岛市为符合条件人员签发往来港澳个人旅游签注。 这也是时隔多年后,中央再次扩大赴港澳自由行城市名单。 对此,香港的酒店、餐饮、零售及旅游业巧收以待, 已开始陆续升级配套设施, 期待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行旅客提供良好的旅行体验和多元化服务。 畅玩维港,夜游湘江是内地旅客来港的必选行程。 在中环8号码头,记者看到大型观光游船东方蜘蛛号正停泊在岸边。 相关负责人介绍,为了迎接西安青岛两地游客, 他们将因应旅客量调整增加游览航次及航班时间, 同时推出特色表演,让游客在甲板上体会360度的维港美景并享受自助美食。 他们还计划在3月中旬全面升级翻修东方蜘蛛, 为游客带来全新的服务体验。 因为知道西安青岛马上过来了, 所以我们也抓紧时间希望尽快可以投入服务。 游客肯定对香港的旅游业特别有效果。 西安毕竟就是一个内陆的城市, 看海的机会比较少, 而且香港是一个世界上代对西安和青岛的客人来说蛮有吸引力的。 我们水泉地市还有好几首, 那我们未来也有一首新的水泉地市投入我们的服务。 另外就是香港除了维港以外, 那里岛也是很有名的。 我们新都人也有一些离岛的航班从香港去长州梅窝离岛, 欢迎西安和青岛的朋友来到香港坐船看这个维港游以外, 也坐船到不同的离岛去体验一下古老的渔川的风土人情。 在酒店从业者显才雄看来, 新增的两个自由型城市离香港较远, 会为香港带来更多过夜旅客, 因此他们的酒店也特意将营业时间延后, 并推出特色调酒、优惠套餐及旅游大礼包, 吸引游客入住,推介当地区域文化。 今次新增的一些城市是比较离我们广东香港这边远一点, 所以我们也都觉得是会令到游客是会在香港住多一两天, 当然是酒店那方面的住宿那里是会有帮助的, 另外餐饮那方面, 我们顶楼的餐厅和酒吧, Cruise那里, 我们相应的营业时间延长到凌晨两点钟。 晚上九点钟之后, 如果在我们酒店入住的人客, 是会有半价的在那里喝东西。 我们所有的菜式都游合了不同亚洲地区城市的特色去做出来的菜式。 例如说是泰国、越南、东南亚也会有的。 人客入住的时候, 我们就会有一个探索北角的地图给他们, 是有一些优惠券和换领券给他们的。 人客就可以用一些换领券去酒店附近的地方, 一些指定的商铺那里, 换到一些有本地特色的小食或者是饮品, 从而也都可以帮助到我们附近的一些小店, 是我们将人客带到他们的店铺那里的。 据了解, 当前内地有49个城市的居民可通过自由行, 以个人身份来港, 签注有效期三个月或一年, 有效次数为一次或两次。 持政者每次来港的逗留时间不超过七天。 在港区, 全国人大代表林志盈看来, 此次西安与青岛新增自由行名单后, 为香港带来更多消费游客的同时, 也会促进三地更多商务上的交流合作, 对香港的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是一大利好。 我们看到像西安跟青岛的话, 本身都是千万级人口的城市, 都是一个万亿级的经济的产业带,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一些高端的消费人群, 我相信也会间接地去带动西安跟青岛跟香港之间的 这些商务的一些交流跟合作。 长远来说的话, 对接香港的国际资源, 香港的旅游资源的话, 也可以打造更多的一些共同线, 其实都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商机, 所以对香港的以后的经济复苏, 对香港的旅游业的发展的话, 是一个大利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